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扎菲 苏加莫兰 而下面这位独裁者 55岁当上总统 因为输了一场战争 只当了一年就被赶下台 最后被关押致死 这位就是著名的独裁者 列奥布尔多福图纳 托加尔铁里 卡斯特利 简称加尔铁里 想必几乎都听过这位的名字 即使没听过 也知道马岛战争 对 马岛战争期间阿根廷的总统和指挥者就是这位 加尔铁里1926年 出生于当时南美洲最发达国家 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父母都比较穷困 因此 从小学习不怎么好 最后只能报考军校 在17岁时 考上了阿根廷国家军事学院学习 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军队体系 此后做过参谋 军校副校长与长等职务 到1975年 45岁的加尔铁里 成为阿根廷工程部副司令 参与了1976年阿根廷政变 并且在政变中发挥重大作用 为此很快被提升为少将军衔 此后更是扶摇直煞 到1980年期彻底掌握军队 成为军队最高指挥管 牢牢把握军权 军衔也上升到了中将 在1981年 掌握军队的加尔铁里成为总统 当时其年姐55岁 其阿根廷军政大权于一身 成为独裁者 其上台后不断加强独裁统治 打击反对势力 禁止国内又反对派 同时残害左翼人士 极力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成为阿根廷历史上最著名的独裁者 而此时阿根廷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加尔铁里又无法转变经济状况 面对国内矛盾激烈 加尔铁里准备发动一场战争 来转移民众的视线 为此 在上台后第四个月 加尔铁里攻占了当时被英国控制的马岛 并且宣布收回马岛主权 从而引发了著名的马岛战争 大英帝国派了一支远征军 跨过大西洋到阿根廷打仗 最终将阿根廷打败 加尔铁里不光丧权师弟 而且在国内的声望扫地 不光没有转移矛盾 反而更加激化了矛盾 因为这场局部战争的失败 上台仅仅一年的加尔铁里 在1982年就辞职下台 宣布退役 当时其年仅56岁 可以说是最惨的阿根廷总统 下台后 在1983年立刻被逮捕 送上军事法庭 以战争罪 反人类罪等受审 当时国内的呼声 要求将加尔铁里枪毙 以对马岛战争失败负责 但是军方还是袒护了加尔铁里 在经过三年关押审判 被判处12年监禁 死后被后来的军人总统卡洛斯梅内姆特赦 但是在2002年 当时76岁的加尔铁里再次被抓 这一次 再次以杀戮 迫害等罪名接受审判 一直被关押 直到2003年 加尔铁里因为一向挨在关押中死亡 享年77岁 一代阿根廷总统 独裁者 著名马岛战争的指挥者 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还原历史背后真相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